嗨 佳凱 嗨 佳凱 嗨 佳凱 他是飾演佳凱小时候的季妇 他是飾演佳凱长大后的佳凱 对 这次的MV回到我的母校新竹高中拍摄 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合作歌手GIVI的专辑制作人阿宝 他说他在打扫的时候边听这首歌想到了青春的时光 这句话启发了我跟MV导演 回溯我刚开始学游泳的高中生活 并且邀请刘静饰演学生时代的我 嗨 大家好 我是刘静 今天来拍MV 有加凯分MV 跟自己对话 鼻子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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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拍游泳的戏 然后也是第一次泡在游泳池怎么救 水里很舒服 但是我的腰好痛 今天太阳很大 天气很好 3 2 3 3 自己带我冰水里 我多么想 太阳 很久了 我觉得这边变得蛮舒服 我刚好把你企数 企数 企数 25 有25吗 我一直企数 我一直23吗 因为毕业的休息 差不多 23 好了 小孩都比没有自己大 可以这样 我觉得以前有跳台吧 现在没有 对 因为我好像在跳台上被刮上脚 高中的程度算太有用 可是因为我高中同学 他很会很快 然后他就问我说要帮他 他想说 主要是 可以早上升起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一起 对大家都在升起的时候 站得很辛苦 然后快睡了 一开始就想来做 其实我第一次来 前一周 大概是有200公里 可是我游到50公里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快 而且有一天还吃了早餐 我就在旁边再醋 而且是牛奶 所以就在醋 红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吃到 大概一学习过去 不就可以从200公里 就去慢慢加到有500公里 在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 哇可以有500公里 我好像已经跳跃自己 很多很多 这没脖鞋 比较舒服 我刚刚姐姐还想上去 这你一来就很自然 在游泳池穿的鞋子很奇怪 对不起 对不起 很想去摸摸看鞋 我超级久没有穿四脚腕部 诶 你以前都是三脚的啊 三脚就是 它会从 比较 低腰 到这里 然后后来长大一点 就会穿那种 也是禁忌的 到这边淡身 就是比较不害腿 是不是可以下水了 从擀法之后 因为法师会变得 但我觉得我身体有紧的感觉 所以我不会有 担心 那一件事蛮触动我的 我觉得他坚持不被打败的那个毅力 也就是就算他没有 是最厉害的 但他还是因为会热爱这件事情 回去 持续努力的完成它 不管他是不是第一名 还有达成他自己心中的目标 值得欣赏 我们有一场戏是 我直上水面 然后他刚好在我面前 然后我上来 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 他的眼神里面有一种感觉 是 恋爱的感觉 蛤 不是 看到自己爸爸的感觉 有一点那种感觉 真的假的 就是有一种 他的 里面有一种 橘橘红 那种温暖的颜色 颜色是 跟自己的生活 很方便 然后 我旁边带入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看到刘晋梅 有一种很继续的感觉 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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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进了舞姿 泳姿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 游得很好 而且他是可以 调整 要配合细合的状态 然后 调整的时候 好像看起来很辛苦 他游得比较水 我都不知道 原来游泳 没有看到脸 都可以附队 刚才来 就是换泳衣 然后下去游 跳水 下去游泳 很干笑 第一个 我就是看完 他脱完衣服 他在游泳 他跳水 他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我就有问说 诶 家凯他五十岁 这样 然后他们告诉我的答案 我自己觉得非常正经 最近 对 因为我觉得 我看起来才三十初 对 你比较浩浩 那家凯如果要帮刘晋梅 你一首歌 你会写什么 我可以先讲 好啊 那你想要唱什么样的歌 我想要唱什么样的歌 情歌类的 情歌类 哦 张庆祖 然后我很喜欢 就是我很喜欢 他没有遇到 没有 他有 张庆祖 他是老歌路线的 张庆祖 张庆祖 是我 在 这个学校念书的时候的 我很喜欢张庆祖的 歌 什么 艾如超水吗 也怕我相信 然后我觉得你喜欢那种背景 音质很 很 单调的 只有一个吉他声音质的感觉 不就是这首歌吗 就是很难吃 你会觉得 就不需要很多 是他死的 是他死的 希望大家看这支MV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 我今天赛上的光 我很认真工作 有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MV的时候 对自己的梦想 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继续抱持那个 魅力 跟 往前走的动力 我觉得这是一首可以接触的MV 也希望 能看到MV的时候 这种工作 继续继续 谢谢 GIV美好的声音 赋予了这首歌青春的风采 她是新生代的排湾族歌手里 我很喜欢的一位 所以在花絮的最后 想请GIV来跟大家说一段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她 去听听她的个人作品 哈喽大家好 我是GIV 一开始听到豹姐说 佳凯老师要找我合作的时候 其实还蛮惊讶的 因为她是苏打绿的佳凯老师欸 她是从哪里发现我的 从哪里看到我的 然后 为什么会想要跟我合作 就 有点受宠若惊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 我还在写自己 专辑里面的歌 我还蛮担心自己会因为 写不出歌词 然后拖累到 老师那里的进度 但是最后还是抱着 好吧 试试看的心情 然后就 写完歌词了 我记得第一次去录音室 要录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没有跟佳凯老师 就是相处过 所以对她有很多的想象 就没有想到认识她本人之后 才知道她跟我一样 是很容易尴尬的人 开始录音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要用什么样的状态 去唱这首歌 因为我很像没有唱过 这样子 比较小清新的类型的歌 但是也还好有 鲍杰跟商业老师当配唱 才可以顺利的录完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跟自己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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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competed